台湾珍珠奶茶席捡全球饮品市场 玉礼镇春日部落米86团队赋根葛玉金农作物推广 纯天然健康的传统农产 并且透过了慈悸科大企业责任实现计划 以葛玉金本来研制珍珠 纯天然原料加上无色素香料添加 使得葛玉金珍珠不仅粒粒分明透明 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Q弹口感 民众吃的都占不绝口 同样是大家爱吃的粉圆珍珠 不过这一粒粒透明 而且还能漂浮在杯水中间的珍珠 不仅没有食品添加物 纯天然原料制成的珍珠更营养好吃 研发出葛玉金珍珠 那也希望能够协助葛玉金在行销方面的拓展 慈悸科大借着USR大专院校企业责任实践计划 近年来与玉礼镇春日米86团队以及部落农民合作 以复耕有成的葛玉金推广天然健康的传统农产 更进一步加工研制成珍珠之外 甚至也利用阿美族野菜植物 让葛玉金珍珠增添自然色彩 这个最重要就是要符合天然健康的原则 这个阿拉鲁地是什么东西 中文是什么 小月黄上藤 正在搬部落研发及时珍珠 对就是只要泡热水那他就可以马上吃不用煮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适合部落他们可以去 就是销售会比较方便 葛玉金粉加树鼠粉一定比例研制的珍珠 粒粒透明看起来十分可口 丰富的膳食纤维及Q弹的口感 让民众吃了都赞不绝口 我在想他的热量会不会比较低 然后对身体比较好 我就会想要买来自己做来吃 我觉得吃起来跟外面的珍珠 基本口感是一模一样 不会说因为是天然的制品就影响他的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今年增加了一个文件 感觉它嚼起来点甜甜的 这天然的甜味还不错 正当台湾珍珠奶茶席卷全球饮料市场时 全以天然原料格玉金及素鼠制成的格玉金珍珠 即便目前还未能量产 但是春日部落农民与此大不偿私 透过农产DIY体验油城教导大众DIY制作格玉金珍珠饮品 米86执行长黄玉慧表示 除了栽种规模 另外在地缺乏加工厂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要格玉金珍珠大量制作生产 可能还得要再等等 记者是玉兰 玉里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